一个是阳教阳慧 一个是阴教阴慧 一个是不教自慧 那我们首先 来了解阴教阴慧 阴教阴慧呢 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能大家 有的朋友啊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大家可能从小呢 都有一个武侠的梦 就是对武术 有一个特别的 老武术家 万赖生先生在他的数据里面 提到过有一种武术 叫什么呢叫神打 神打的这种武术呢 是类似于我们 现在要讲的阴教阴慧 他呢也是通过 比如说夜晚 到某一个十字路口 通过一些真言 通过一些咒语 通过一些福传 通过一些功法的修行 然后达到某一种神通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从小呢 在苍州的农村 在苍州的农村呢 我们小的时候 传说我们要练武术 想能够练的比较好 得到一些神通 必须要去坟地 坟地上去练 练多长时间 也是有这种说法的 阴教阴慧呢 在法术的修行里面 在法术的修炼里面 是一种以阴 以阴不是以阴制阴 是通过以阴性的物质 而达到神通的 这么一种方式 但有的呢 把这种以阴教阴慧呢 称为旁门左道 旁门左道 巫术 或者是巫戏 或者呢 有的人把它称为什么呢 就是跟萨满相联系 但是他跟萨满 又不同 又不同于萨满 但是呢 在我们古代的社会呢 阴教阴慧的这种方式 在古代的社会的形态 在当时的 在某一个朝代 它是客观存在的 那阴教阴慧的 它的修炼的方式呢 会有这么几种啊 一种呢 它是会需要 儿童的尸骨 比如说有的 书籍上记载的是五句 有的是七句 有的是九句 到寺庙 或者道观 或者是破旧的房屋 或者是阴宅 坟地 去进行 七七四十九天的 这么一个修炼 当然呢 有一些符咒 真言咒语 以及像 那个钢布啊 布法的一些修炼 然后呢 第二种呢 修炼的方式呢 是 也是需要试骨 这种试骨呢 是需要没有 接过婚的男女的试骨 也是去某一些特定的地方进行修炼 那音交音会呢 最终它的这种除了一些神奇 甚至说魔的成分在里面之外 它其实更注重于跟高位空间的一种链接 但这种链接呢 只是不懂的人 把它作为一种什么呢 把它作为一种 我们去讲 一种 巫术 一种邪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